彭博社报道说 即将上任的川普 在接下来可能会计划 要放宽他们自驾车 法规的规定了 这对于过去 很多自驾车设计 都是没有方向盘 没有那个刹车的踏板等等 那以前可能都不合法规 现在有可能因为法规的放宽 他们受惠最大 还有之前金人大哥 就提醒大家 AM售后因为进入冬天了 这些售后的商机 一开始起来了 金人大哥 车店要风云再起了吗 好的我想这一次马斯克 重压川普嘛对不对 那他当选的 你说会不会有 跟他有相关一些 比较对他有利的政策 像特斯拉就是电动车嘛 电动车里面呢 其实很多的 以前常常说自动驾驶 各方面的概念 都可以看得出来 那一直在发展这一块 其实现在很多车厂呢 也都有为了自驾车 做了一些动作 那这一次来看的话 我想汽车最近海上走的 天上飞的都很会涨 那汽车股呢会不会有机会 我想有两个区块 叫双A 一个叫AM市场 就是说美国车险大厂 扩大采用去年就开始了 其实我们AM的相关公司的 业绩都还不错 今年前三季业绩都还很棒 另外一个就是ATS 就是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就是双A的概念 因为这是来自于川普计划 制定全自动驾驶车辆的联邦法规 他开始要制定这个计划 如果说法规出来之后呢 自驾车的一个量 就会开始出来 而且马斯克前几天才讲过 他2026年开始 开始要大量生产 所以自驾车的计程车 这个目标可能要移一台 这个量很大 那当然我认为说 这个法规如果通过之后呢 当然自驾的一个功能性 还有车子就会比较多一点 但是过渡期来看的话 或是未来自驾车 一定要先通过这个 先进驾驶辅助系统ADAS 你的车子上一定很多叫ADAS 我想现在很多新的车子 都有这个相关的配备 什么叫ADAS呢 就是通过安全的人机界面 就人跟机器之间的界面 提高汽车和道路的安全性 常见的驾驶辅助系统里面 包括像导航 这很久以前就有了 那巡航控制 车道偏离警示的 现在很多有自动变道 防重装饰 行人的侦测 抬头显示器 自动停车等等 目前大概都level 2 对 这些大概都有 当然以后会慢慢的进步嘛 重点就是传输的速度 AI就是一个重点 AI如果说 未来越来越发展 这个东西呢 自动驾驶的一个 空间力道就会比较大 因为我可以从上面处理很多东西 那很快速的传输到你汽车上面 去做一些反应 前面侦测 天气怎么样 下一个路口红灯咯 告诉你很多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自驾车的过程当中 现在先看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而且呢 ADS跟自主驾驶的软体产值呢 将会大幅度的成长 因为有很多的控制软体 这一定都会有 所以之前有一个很多研究机构认为说 2030年 新车标准配备ADS系统将达到90% 现在还没有那么多 但是很多车子已经有了 其实我说过了 十几年前应该就有自动停车 但是呢 我不曾用过 我也没用过 我不敢用 没有啦 这个很多 这个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车子都有配备 所以我会认为说 自驾车因为川普这个动作呢 会把很多的先进驾驶辅助系统的概念给带起来 另外一个呢 就传统性的AM旺季来临 所以我认为 在航运股 航空股 大涨之后 车子呢 这个双A的股票 ADS跟AM的部分 有没有机会在12月份来做一个启动 太好了 还没有动 太好了 因为让我们现在来找股票 来双A 一个自动驾驶 一个是售后服务 各有哪些概念股 好我想ADS 现进驾驶辅助系统的公司还蛮多的啦 我举的就是一些比较 大家比较熟知的一些个股 这是今天 今天的收盘价嘛 前三季的EPS 基本上有赚钱有赔钱 那这是相关的产品 各在做什么 同志倒车雷达 毫米波雷达 这个我们很多的倒车雷达 还有监测的 旁边车子经过之后 我可以感应的 同志来做这一块 维生的下车子 基本上都是标配的 胎压感测器 盲点侦测 前车碰撞警示 维生做这一块 自身呢 就前端的相机 驾驶者监控系统相机模组 那几基呢 就毫米波雷达 跟同志一样 有这一块 当然联雅 IET的部分呢 他们就比较偏 生化家这一块里面 通讯 联雅就是雷射测距 距离的测距 IETKY有汽车防装雷达 原相呢 汽车CMOS影像感测器 雅光呢 大家知道 现在车子里面 很多的侧用镜头 外面的感应 侧用镜头相关的 所以这些都是比较 具有代表性的一些个别股 我认为呢 当然就是活泼度 可能就会稍微比较高一点 活泼度会比较高 来我们一档一档来看位阶 因为毕竟自驾之前 已经先夯过一波了 那现在一波下来之后 同志的位阶在哪里 监收107.5 好了 我们时间来看 过去同志是很好的公司 但是这几年状况 没那么好 时间再长一点 对 他以前是很好 业绩很好 你看 这个一路下一路下 这已经坏了好多年了 那好了 过去就过去 过去就过去 底型出来了 最近有出量 对 以前都没有量 最近在出量 当然法人的态度 没有很明确 不过你可以看到 我想短线上 我们观察这个 这个不跌破 你可以去留意 这个需要过关 就叫年线 他年线一直压着那么久了 假设我年线突破 是不是代表 我们明年的转机性 成长性就值得期待 所以我们未来看着 年线能不能做突破 另外一个呢 就短线上的强弱度来看的话 这几天在守着 跟红K棒的一半以上 都没有去点到 带量红K 对 带量的红K 只要这一步失守的话 基本上是有机会的 因为机器低 这同志 来 维生呢 维生的部分 一样 股价机器也低 但是最近法人也有 底型也出来了 双底出来了 但是比较 这个颈线能不能站上去 那上面的年线压力也有 所以我觉得 这种股票呢 机器低 他们在打底完毕之后呢 用低接的模式 一旦题材迅出来的话 量它是不够的 今天才265张 对 太少了 它需要放量 它不像同志量那么大 如果放量 它的攻击力道才会比较大一点 自身的部分 它很闷 业绩好 但是闷 那股价来看的话 我觉得 这边就有压力了 这边就有压力了 所以我觉得 观察它就好了 不要把它列入 这个 马上投资的一个焦点 因为它股性来看 不像过去这样 也整理很久 等它转强 你再说 我只跟大家讲 它是跟 这个ADS有相关性 有关联性 好来 企机 企机的部分呢 我想它有很多的概念 除了这个 这个ADS概念之外 它其实有 美国宽平建设的基础概念 卫星降频系各方面都说 它是网通股 那股价过去 大涨过后的被法人弃养 那回到这边 你看底薪出来了 所以我会觉得108跌 我不要跌破 以它的前三季的获利 好像五六块 一边的五六块吧 那打到这边来看的话 你觉得风险大吗 不大 这个就是停存点 万一破的话 你就先退场 观望一下 OK来 联雅 联雅跟IET 都是最近的标股 当然它有很多的概念 包括生化家之前 各方面的概念就把它推上 但是他们这联雅 跟等一下IET 前三季都还是赔钱的 所以股价有点拉上去 但是你看 被分盘交易多好事 所以这里就有压力 能不能过关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就是一个区间整理 因为刚放出来 还能够往上攻击 这里的压力能不能过关 我们观察一下 过不去 你就卖一塌 来回的操作 但是一旦 如果说这区间整理的 惯性跌破之后 你可能就退场光 突破可能有另外一波 先用区间操作来操作 来IET IET KY也是赔钱 不过它最近的力道上 相对涨幅没那么大 我想一样 我很喜欢画这个东西 上升趋势前没破 对没有破 有没有 这个有点过关了 但是今天量有增加 但是还不够 所以流到上影线 有点前高的压力碰到了 不过没有关系 这个突破之后的 这个位置点 大概就是五日均线 五日均线的位置点 不要去跌破的话 应该还有机会往上攻 就是说生化家的产业 还有这个车店的概念 如果能够轮动上去的话 我想IET的部分 还有机会 好 就是自动驾驶的部分 来 接下来原相跟雅光 好的 我想原相过去曾经大涨过 但是股价最近修正到这里 应该差不多了 会反弹 但反弹 月季线死亡交叉这边 我觉得空间不大 只能抢跌生反弹 过去套到这里的人 可能短期间要解草比较困难一点 那雅光呢 雅光 最近的提台性就比较多一点点 他赚前三年也赚四块多 但是呢 今天就很可惜 原本这叫季线的反压 量不够 盘中要有突破 结果呢 量不够 就像座华讲的 量只有这样 所以又流到上影线 季线还没有很有效的站稳 但是呢 没有关系 它底型是出来的 那季线呢 能不能站稳 刚好景线也在这里 压力很大 这个头部 这个底部 好像很对战 一旦能出量能突破的话 他就有机会转交 就我所知道 最近的大户有在进户 所以他只要 法人的态度能够回来 因为不是很稳定 他就有机会突破 如果突破的话 你说因为这个 在头部的时间 跟最近打底的时间很像 所以如果真的突破 有机会等去吗 对 有机会 所以我们就观察量 能不能放大 而且把景线或季线给站上去 这力道就会比较强一点 OK 这去自动驾驶 那AM的焦点呢 我想AM市场里面 当然也很多啦 不过我挑出来就是 你有没有看到 要有赚钱 对 我挑了 基本上我对那些 不赚钱的炒作股票 持之以鼻 也不能这样讲 有时候有题材性 但是那些风险要考量 很多投资朋友可能看 哇 今天涨这个 那个追来追去 风险很大 但是有业绩的股票 终究还你公道 我想 东洋 中天到了 碰撞就越来越旧 保险干嘛 大家都很清楚 你会看前三季就已经赚5.23块了 这是10月份的营收 为什么我给大家看 月增丽 年增丽 基本上除了健林 可能月减 年减之外 大部分你看 进入10月份 有没有很多月增的 就是说开始 我进入出货的旺季 像东洋 10月营收给大家参考 前三季赚5.23 我们看看 这叫龙头老大哥 怎麼說來監修109.5 那股價過去成長過 跌下來之後呢 最近那邊盤了很久 盤了很久 這也過了 底薪也出來了 短線上他回來測這邊量縮 如果說法人的態度能夠加溫 外資也好投信也好 都能夠加溫買的話 應該有機會往上拉升 而且呢 他日節前十月的獲利呢 也都在創高 就稅前的盈余也在創高 所以我會覺得說 東洋股價這邊盤了很久了 應該就等東風了 東北季風也好 就是風大 量大一點就上去了 好這是東洋 怎麼看提韋西 提韋西是車燈 我們可以提韋西跟地保一起講 都是坐車燈 對都是車燈 其實你看十月份營收都是雙成長 都在回升當中 我們看一下提韋西 提韋西的股價呢 也盤了很久了 他最近呢 量沒不夠的情況之下 他已經悄悄站回到季線了 只要未來季線不跌破 下一段軌道 沒有還沒有突破 等 等 突破的話 進入旺季 我覺得他們都整理過了 不是說下一個位置前高漲 整理過的股價呢 應該都有機會 我想 退場的觀察點都是最近的低點 不要跌破 風險有限 空間是大的 所以為什麼今天跟大家講說 雙A的股票 汽車零組件 很多都是低檔的 風險是有限的 那地保呢 那地保來 也是股價跌過 今天這個好關鍵喔 對 但是法人最近 我看到說為最近外資回來買它 當然股價呢 下降軌道 我們清掉一下 沒有話 下降軌道 今天這一根 很關鍵 他把慣性改變了 他的慣性改變之後呢 他會直接上嗎 不見得 不見得 我們看價量能不能配合 但是起碼 他已經轉了 下降軌道 未來不要再跌回去的話 應該就機會慢慢上去 好 這兩家坐車燈的 體位息跟地保 梗鼎呢 梗鼎不好做啦 不過業績OK啦 怎麼說不好做 他股性有時候盤中衝很高 又流上一線 常常你看一下 一五二十的梗鼎 不好做 但是呢 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是慢慢墊高上去的 一步一步 而且他攻擊的時候 也有一些量能存在 所以基本上我來看的話 你用這個角度去看 平行軌道 打下來買 上去碰到壓力 就賣一趟 所以他不好做 你看到盤中幾檔 你千萬不要追 我每次有看他盤中幾檔 一下就下來了 所以呢 很多當中的 因為股價也低嘛 很多貨在裡面 風險性會比較大一點點 這是梗鼎 接下來怎麼看建林 這個安全幾檔的部分 當然業績沒有到很強 不過前三季也賺六塊多 你看這些都賺那麼多錢 股價才這樣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以本一比來看 他們都不是那麼高 建林來看一下 發音標準一點 但是沒有量 所以股價一直跌 所以這行個股來看的話 為什麼把它放出來呢 未來能不能打個底 不要去測到年限的位置 能夠守住 才有機會 那量是退到極致的 量縮到極致 跟這量縮到極致之後 能不能開始反彈 就是量縮到極致之後 開始反彈 等它出地一根量之後呢 就會有機會 現在呢 你不要去摸底 就觀察它 因為基期都比較低 但是另外一個叫羽龍 對 2233 業績也都不知道 今天漲停吧 今天股價要拉漲停吧 它要突破了耶 對 它今天拉上去 當然它也是可能 連拉幾天之後就休息 連拉幾天之後休息 它慣性都是這樣 所以這幾天拉到 明天禮拜五 搞不好創新高就會休息 休息之後 等拉回來再說 因為過去的法輪賣 有賣 要不要買回來 而且今天量是近期的大量 代表我有這個攻擊企圖性 所以我會覺得說 有些位階地每一檔不大一樣 有些低有些高 但是呢 既然進入旺季了 我想龍頭老大哥 東陽如果表態的話 其他就應該跟上去了 精采了 謝謝正恩大哥 請先回座了雙A 這不是電子的華碩或鴻基 這是汽車族群當中的雙A 自駕 還有售後服務的AM 哪一些在接下來有機會 風雲再起 給我給你做參考了 好 今天壓軸交給明哲 這議題有趣了 最近大家在看 輝達還有蘋果 兩個人在比全球的市值亡 但是這個報告當中 顯示了到底市值達兆元 有什麼重要的指標 這速度也有關於接下來 大家對於資金的追逐嗎 休息一下 稍後告訴你 好 接下來帶您找資金藏寶圖 隨著AI席捲全球 現在全球 尤其在美股的市值 逐漸的攀高 過去我們都在看 輝達跟蘋果的比賽 目前全球市值 超過上兆的總共有8家 這裡頭最有趣的是 唯一一家非科技股的 波克薩海瑟威 今年8月市值正式的破照 不過更有趣的是 波克薩海瑟威花了44年的時間 市值破照 這其中速度最快的叫做META META只花了9年的時間 所以在今天的節目當中 我們要告訴你 到底這市值破照的這些聰明錢 帶出了哪一些的投資商機 重點是達到兆元速度快跟慢 有什麼重要性呢 明哲請您上台來 帶我們來看看這個資金藏寶圖 對 因為事實上 當然剛剛駐華也談到 就是全球能夠市值破兆美元的企業 其實並不多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說那為什麼資金會湧向這些公司 讓它的市值能夠突破兆元以上的一個水準 某種程度上面其實也代表這些企業的成長性 或者說它的一個規模 的確是後續可以值得去做期待的 好 因此今天我們就從這個市值破照的一個企業 來帶大家看看 到底接下來有什麼樣投資的一個契機 現在第一名是誰啊 第一名是輝達 還是輝達 輝達的部分目前是3.58兆 那當然它最主要的產品就是在於AI的晶片 我相信這個其實大家都非常熟悉 而且它寶座應該是做得很穩的啦 其實還好 因為你看差0.12兆而已 所以稍微震盪一下 那個排名還是有可能會出現調整 那原本的霸主當然是蘋果 它是3.46兆美元 那最主要是智慧裝置 包括手機啊 iPad啊這些產品等等 那另外像是微軟的部分 微軟是3.09兆 當然大家每天用電腦 應該都會用到微軟的產品 因此它是作業系統 所以跟PC有關係 但是現在也有AI的相關應用 包括Copilot Copilot 現在那個漲價好像多 大概1000塊台幣左右啦 就是每個就是那個年倍的部分 所以整體來講 當然它有找到它變現的模式 因為大家都在講AI 但是人家已經開始要收錢了 然後包括Alphabet Alphabet目前是2.16兆 那當然最主要就是搜尋引擎 那包括像是譬如說YT 也是這個Google旗下的嘛 然後包括了像是AI的一些應用 然後是亞馬遜2.13兆 它是電子商務 那另外在其中有一家非美國的公司 我還是把它擺進來啦 這個是沙烏地阿美 就是那個石油公司 它是1.8兆 那當然那個基本上 把它擺在這裡 其實有一點點怪怪的 因為它掛牌的時候 它市值就超過兆了 因為它那個錢都是從地裡面挖出來的 甚至步 對對沒有錯 對那Meta的部分是1.43兆 那當然社群啊 元宇宙啊AI應用等等 那特斯拉最近又重新回到了1兆元以上 目前是1.1兆 那就電動車啊 包括太空產業等等 那波克夏這個是1.01兆 那金融投資 這個是比較少見的 所以整體來講的話 如果以美國的破兆元的產業來看 的確只有波克夏 它是屬於非科技股 另外我們再來看 就是說到底花多久的時間 它能夠達到兆元的水準 那這個時候其實那個 主客博士可以出來說 欸我最快 為什麼 因為它從2012年5月18號開始 然後到2021年的時候 它的市值就突破1兆美元 它花費的時間是9年一個月又10天 然後其次是特斯拉 2010年到2021年 它花了11年又3個月26天 那一度跌破 那最近因為川普當選的關係 又回到兆元的水準 然後Alphabet呢 它是花了15年5個月又7天的時間 亞馬遜花費21年3個月20天 然後揮答的部分 它其實也花了24年4個月又8天 所以有時候真的是10年磨一件 你要搭到對的產品 然後你看說真的 其實不要說這個24年 講真的前面23年 它根本連照顏都看不到 沒錯 就是這過去這一年的時間 產業的更迭 它就起來了 對 那微軟的部分是花33年1個月又12天 那蘋果的部分是花37年7個月又15天 就是那個賈伯斯 從那個車庫創業 然後一路以來這樣 然後波克夏海車位 它能花的時間比較長 它是花了44年5個月又13天 所以整體來講 應該還是可以得出一個結論 然後因為就像剛剛駐港所談到的 有時候真的一個技術的更迭 或者是科技的更迭 它一下就會大幅度暴衝 因為事實上我們剛剛看到 其實最主要還是AI跟AI的應用 那包括了像是電動車 然後等等這些的一個方向 所以整體來講 我們覺得可以從 譬如說它有多重的題材 就是我們剛剛所談到這些產業 那它同時具備有兩個到三個 這樣子的一個題材的時候 當然機會相對來講就比較大 舉個例子來講 例如說像是最近其實 表現非常強的 就是茂蓮 茂蓮當然過往大家都知道 它是特斯拉的供應鏈 對不對 那現在又有那個伺服器的連接線 所以它同時搭上了 AI跟電動車的一個列車 那除了這個部分之外 另外包括像鴻海 當然這個大家就很熟了 我是蘋果最大的代工廠 我也是輝達伺服器最大的代工廠 所以它是智慧裝置跟AI 那台藥的部分 雖然說我們直接把它歸納成電子產品 但你想啊 智慧裝置要不要用銅箔 要嘛 AI要不要用銅箔 也要嘛 所以整體來講的話 它其實當然 本於是在整個電子產業當中 算是比較上游的產業 那以剩的部分 當然最主要是電動車 那當然這個時候 往上攻擊 大家所看的概念是說 那接下來會不會有機會 出伺服器的機構界 所以它其實也搭上AI 那雅光的部分呢 它當然除了原本 就是電動車的這個鏡頭之外 另外像元宇宙 元宇宙就是跟我們剛剛講 Meta相關嘛 那包括像震威 它同時有那個AI的算力中心 電動車的那個連接線 然後低軌衛星的連接線 所以整體來講的話 它搭配的題材就會變得比較多 來我要先問鴻海 今天鴻海市外資賣照第二名 一賣賣了兩萬多張 鴻海最近正在首 11月1號這根紅K棒的低點 守不守得住 外資為什麼這麼一賣 已經連賣8天了 我覺得其實有機會啦 那之所以會這樣講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這個時候 本來就稍稍比較空窗嘛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 它的那個蘋果的手機 最主要其實就旺到 大概10月份左右 然後接下來12月份 要出伺服器嘛 所以這個時候 會不會有一些新舊交替 就是那個新產能 清黃不接的感覺 那這個部分 其實大家可以關注就是說 但我倒認為說其實跌破的機會 可能不是這麼大啦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事實上過去這一段時間當中 它其實在200塊錢以上 這個價格其實已經防守了 非常長的一段時間 那說你說即便出現短線跌破 我們剛剛講 這個時候有點清黃不接 但是接下來12月份 我有GP200的出貨 所以整體來講 我覺得還是可以 比較正向來做期待 只是說因為這個股價 其實因為明年的預估 大概是落在15塊錢左右啦 所以你說200塊錢 它的股價貴不貴 其實說真的其實也還好 那短線上面可能是200到220塊錢的 區間震盪整理 說真的這個時候 其實大家要做防守也很簡單嘛 就是我守前提 那跌破我可能小幅度就退場 但是它如果守住的話 那是不是一個可以區間操作的機會 好我同場加減一下 洪家軍當中的洪准 最近就是傳出大股東在賣股票了 所以這波洪家軍當中集團作賬行情 最先啟動就是他 最近已經把這一波漲幅的一半 給跌回來了 目前還在車上的 你會怎麼建議呢 基本上我覺得 他選擇在法說會的時候 然後宣布說要賣股票 我覺得這個做法上有點 有點令人疑惑啦 因為說真的那個獲利沒有很多 就兩億多而已嘛 但整體來講 因為他法說會 之前其實法說會之前 大家都講說 他好像有業人 然後又感覺又沒有 但法說會現在是 往這個方向去做發展 所以但整體來講 因為他選擇在法說會這一天 去跟你講說他們要賣股票 我覺得對於市場信心來講 一定會造成影響 我是會建議投資朋友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還在車上的 當然今天開始有收下引線 那成長動能是強的 那整體來講 我覺得可以等待 有出現反彈的時候 再來去做減碼的一個操作 對空手的投資朋友來講 當然因為我還在破滴嘛 所以不用急著去做強短 如果接下來看到 三天不破滴之後 震盪整理之後 我覺得股價還是可以去找 尋求那個切入強反彈的機會 最後一檔看以勝 因為同樣是洪家軍 我在想說 那如果洪准休息的話 以勝有沒有機會 從洪家軍的作賬行情 輪到了他 怎麼看以勝 的確是有機會 因為畢竟他墨西哥有場 所以整體來講 當然是有機會 就是這種關稅的問題 可以稍微比較避免掉 那前面股價其實在這一根 長紅可以幫掌停板之後 連續兩天出現回倒 但其實你可以發現 中指是守住的 對二分之一大概 其實就有留下影線 因此形態上面是強的 當然這裡的 這個套號它可能要消化 但整體來講的話 我覺得形態是強勢的 那大家可能就以逢低 承接為主 了解 非常精彩 謝謝明哲 請先回座了 這些事怎麼跟著市值破照的資金 找到未來的資金 藏寶圖 提供給你做參考了 不過今天錄影的同一時間 國國老師請你上台來 你剛剛提到這個 阿恩烏戰爭 你來我往 今天下午就有最新進展了 怎麼樣影響明天 一週的最後一天 關盤重點有什麼呢 台北股市在這邊 還是屬於一個區間震盪的盤勢 急掌不要去追買 預壓還是調節 但是碰到利空的時候 一定要把握低階布局的機會 在這區間來回操作 那盤勢呢 轉為波段或是長多的格局 它的關鍵就要看 台積電什麼時候突破這個價位 那大盤就整個長多就出來了 台股11月的行情 是利工不斷的在修正 那外資的沙盤 國家隊進場互盤 我想我個人認為 這個底部應該快接近了 大家要注意 隨時注意那個訊號 影響台股的三大變數 目前會讓台股波動三大變數 一個是地緣政治 一個是貿易戰 一個是川普不確定性 第二 禮拜四晚上會有新的影片上線 投資理財千萬不要錯過喔 這麼多的財經訊息 到底哪一樣可以幫我們賺大錢呢 用我的視角陪伴你瞭解 金融知識不再冷冰冰 Dairy小自己台單圖 影片來教會自我捏上線 我是雲林 陪你一起分享才不自由喔 啊 要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這樣才可以掌握最新資訊喔